各位波子們早安啊 這邊是一天多片感覺有點累的小北 那今天想要帶給各位 這次Rabicor更新中的第二把先武器 也是第一把的居主投資類副武器 威膽 那獲取方法呢 目前也是一樣只能透過在官網中 購買知識者組的包 或說在遊戲內使用200批獲得 下週開始也就是Rabicor的第二週 則是可以在開號的駐軍處購買藍圖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基礎數字吧 那首先呢是暴擊機率有37% 暴擊傷害是1.9倍 觸發機率是19% 射擊速度12.0 那傷害方面的話 直擊的情況下49、58的衝擊傷害 那在引爆的時候呢 則是會造成範圍的爆炸傷害 一共有797的爆炸傷害 那他的特點呢 是投資之後會黏在目標處 需要按特殊射擊鍵來手動引爆 那如果是觸發 如果有射擊的話 會自動向水平方向分佈 這樣的話可以讓爆炸覆蓋的範圍更廣 那同時呢 場上也最多只可以部署4個地雷 所以多數率只要超過2就可以了 那假如說你第一次射擊的時候 然後剛好射出了3個地雷的話 那第二次射擊就只能射出一個 固定只能射出一個 那接下來呢是我的配置 歡迎暫停參考 那接下來呢是使用的展示 那以上呢就是使用展示以及我的配置啦 那怎麼說呢 雖然說他的爆擊還有傷害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因為傷害只有爆炸 同時射速又慢喔 所以就沒辦法像是沙皇 或是布拉瑪那樣依靠快速射擊 或者說是分裂爆炸來疊病毒打傷害喔 那對於高等級高護甲的敵人來說的話 傷害看起來就會明顯不夠 不過他的優點呢就是爆炸範圍非常的廣 那傷害來說的話也不算是低 所以對付護甲不高 或說是低等級的關卡的敵人來說的話 是一把清怪效率非常高的武器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那他傷害表現上面我會給他 3.5顆星推薦指數是 4顆星 同時也歡迎各位在評論區分享你們的配卡 或者是討論對這把武器的看法 那很多喜歡影片記得按個喜歡 如果不想要錯過更多內容的話記得幫我訂閱一下小鈴鐺喔 如果怕Youtube的開台通知 或者說是新影片通知不夠穩定的話 可以加入小北的Discord 或者說是追蹤小北的IG或者說是推特 裡面都會有新影片和開台的通知 那同時呢也歡迎追蹤小北的Instagram和推特 裡面會有更多小北的日常生活 那現在的話推特也存在進行500訂閱的抽獎 小新內容以及抽獎方式 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中找到推文的連結 推文中會有詳細的解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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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